店裡的招牌炸雞外觀看起來很一般品嘗 再搭配塔塔醬增加風味 顧客說咬起來酥脆感人在 而且還有肉的纖維口感 但這些食物全部都是素食 炸雞還是大豆製成的 位於日本東京的這家居酒屋很特別 因為它是純素食 湯品 三角飯糰餃子看起來也很簡單 餃子的內餡很多而且還會噴汁 前來嘗鮮的顧客說 感覺不到這個餃子沒有用到肉 吃起來就跟一般餃子沒兩樣 也沒有蔬菜餃的特有草味 但也希望日本素食文化能越來越普及 用豆腐和蔬菜做成的鰻魚丼 烤色和醬汁相當誘人 口感一點都不輸蒸鰻魚飯 主廚用心調味想盡辦法做出 令人衝擊的美味素食 為了讓素食者更快速搜尋到附近的素食餐廳 利用城市快樂牛Happy Cow順時崛起 有一半的顧客就是外國遊客 Vegetarianとかヴィーガンとか 為了更加大旅遊夜發展日本政府舉辦研討會 讓烹飪專家教導餐廳老闆廚師開發替代的菜色 取代與柴魚片或是豬骨湯作為食物基底 日本的素食者比例相當稀少 近占人口百分之四點五左右 儘管政府或是非政府組織團體積極努力推廣素食 但仍具有挑戰性 公視新聞沈露沛編譯 非常有關鍵 公視文沈厚編譯 沈厚編譯